新北市三重区有一家羊肉炉老店 老板蔡瑶已经卖了35年的羊肉炉 白手起家的她坚持店里选用的是 肉质比较弹牙的澳洲野生山羊 而且不惜成本地用了羊肋排跟羊腩来做汤底 熬出来的红烧汤头浓郁而且鲜香 肉质Q弹嫩口 很多个人都说只要到了冬天 一定要来这家店补补身子暖暖胃 因为我觉得她的汤真的是太好喝了 所以我就一直喝也就大概五六碗都有 而且她的羊肉很特别是她没有羊烧味 所以她处理还不错 我自己很喜欢 傍晚时分 晚餐时刻一到 这间让客人赞不绝口的羊肉炉店早已是高棚满座 里头人身顶沸好不热闹 它汤头很好喝 味道还蛮香甜 而且羊肉不会有烧味 随着营运的锅气肆意 羊香味弥漫飘香 无论是羊肉还是汤头都让客人吃得满意 因为制作这锅红烧羊肉炉 老板菜肴十分用心 每日清晨六点 羊肉炉大人菜肴 尊师大开 尊气大锅 来自澳洲的野生山羊下锅烫熟 所谓野生的它就是在山上 尤其是岩壁上跑来跑去 跳来跳起的 它是就像我们运动选手一样 它落质就是特别的弹牙 特别的Q 特别的好吃 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突围 菜肴比别人更舍得用料 高成本的澳洲羊肋排和羊腩拿来做汤底 熬成汇聚精华的羊肉高汤 大概200公斤羊肉丢进来 羊肉里面所有的精华 肉的甜度 它骨头的甜度都在这里面 它的油发均匀 当它焖煮两个小时以后 其实它那些脂肪也被逼出来了 它会增加它汤头的溶硬度 麻油爆香蒜头和红葱头 空气中阵阵飘香 冰糖和浓郁咸香的豆腐乳一定下锅 让锅底更有风味 而去除羊腥味的小秘诀 就是加入20几种中药添香 中药的药材有当归 大茴 小茴 川崎 最主要它可以气鲜味 烫熟的羊肉和高汤 倒入锅底中慢炖慢熬 而羊肉煮的坛牙养生入味 而羊肉上桌前才得经过人工修剪 像油太多或是有筋 有那个磨那个都要把它处理掉 其他同行我就不知道 那我们这边就是特别注重这种东西 因为既然已经做了35年了 就坚持到底 尽管飞食尽管飞工 菜肴不抱怨反而乐在其中 它的羊肉炉一做就是35年 从让家人得以温饱到逐渐做出知名度 然而谁也没想到 风光时刻一路陪伴的霸妻 却突然中风 让菜肴有着经济硕士学位的长子 不得不回家帮忙 她本来在营囊当理专 那因为突然妈妈有点身体不适 所以请她回来帮忙 我以前都说我不接这个 然后我说好奇怪 但是越说我不接 结果就越会做 不要吵架 吵架如果说为了是对的事情 我们是争论完了以后 辩论完了以后 再做一个好的决定 我觉得这样是好的 一锅羊肉炉 两代父子情 吃得到菜肴满满的用心 还有对家人的关怀 羊肉排传来弹牙 豪有嚼劲 丝毫不腥 满嘴鲜香 羊男香鱼很嫩口 沾着特制的豆乳酱料一起品尝 咸中带甜 沾人回味无穷 汤头浓郁鲜香 一肉口暖心又暖胃 还有一股香气在嘴中回甘 咸香中带点甜 入口的时候有一点浓烈 一点姜 一点米酒 还有数不清的重要材的味道 吃起来就是很舒服 很自然这样子 点锅还可用一百元的价格 夹点一份羊大骨 羊大骨烫熟后 以吸管吸出骨髓 滋味浓郁 口感豪华嫩 店里必吃的还有蔬菜羊肉炉 我们最主要就是用甘蔗头 因为要它的清甜 然后其他的就是一些 像洋葱 白萝卜 玉米 大量蔬菜慢煮 熬出清新甘甜的汤头 而另一边则另起锅炉 与麻油爆香带皮山羊肉 炒好的羊肉倒入锅里 和蔬菜汤炖煮 随着时间羊肉在汤里翻滚 释出精华 蔬菜羊一上桌香气四溢 带皮山羊皮Q肉嫩 满满的胶质让人幸福感不表 而汤头中融合了羊肉的鲜香 含有蔬菜的清甜 地韵温厚 风味鲜明 让人睽味无求 蔬菜的话它喝起来比较清甜 而且它吃起来没有那么油腻 老饕必点的料理 还有滷到软嫩的羊三层 选用澳洲六个月以下的 小羔羊腹肉 一入口嫩得不得了 肉质鲜甜毫无腥味 榛果酱汁更添咸香风味 雪白的面馅 拌入加了羊油的高糖中拌煮 面馅吸附了羊肉的香气 一入口满嘴鲜香 拌入少许的油葱更加鲜爽 让人一吃就停不了口 因为它有拌羊的羊油 所以吃起来也蛮香的 然后有拌一些芹菜 所以味道都非常的刚刚好 然后吃起来很清爽 觉得这个把好的东西 呈现到客人的面前 我们乐在其中 我们会做得很高兴这样子 蔡瑶说要做好吃的羊肉炉 并不困难 一路走来贯彻时钟才是厉害 而客人们用餐时所露出的 满足神奇和笑容 就是它一路走来 坚持初衷的最大动力 35年如一日 始终不变的好味道 让它熬出一片天